就是因为临时节遭居杀身亡 所以台南市四分局 在夜间威力扫荡 扫荡了很多的会知识的场所 包括了酒店 那当然网友就很直观的 会觉得说快笑死了 明明是枪击案 怎么台南警察去酒店 查小姐跟酒客呢 还有人在酸说 原来要开枪才是威力扫荡吗 那88枪扫荡的成果又是什么呢 不过说到这 昨天谢寒冰冰哥 因为他过去跑社会 他说他从这边他的观察室 其实台南警方 他开始用零检酒店 事实上这是个老招 为什么呢 他就要逼台南这些大佬们 这些老大们交人 你最后无论如何 你不管是怎么样 你把我 你们交出一个人来就对了 他说我天天闹 闹到你生意没有办法做下去 你们大家就会商量 要交个人给我 他讲这句话 很像我们以前看那个雷洛传 就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有人犯案 你就想办法弄个人头出来 这真的是一个很老的老招 那现在台南发生枪击 然后台北发生枪击 结果他说台南不好 台北也是一样不好好笑 所以民进党这招我觉得叫做烂无烂 以及人之烂 就是在讲烂的 然后平常先讲 这个治安的问题应该警察是一条边的 这个跟内政部当然有关系 跟你赖清德当然有关系 所以现在治安不好 已经是全民的共识 连续当街的开枪 伤人杀人 这根本就是跟公权力的挑战 那这就是政府 我们的政党在忙着搞政治斗争的同时 人民就活在这个暴力的阴影之下 每个人都瑟瑟发抖 无心失正 所以人民也只能够自求多福 所以这个治安的部分 也牵扯到诈骗 对不对 像上次我在质询的时候 也有问这个状态 为什么你现在对于这个诈骗成果 满不满意 为什么好像现在又洋洋得意 为什么我们讲到诈骗 因为我想这个枪击案 大家也讨论满多 但是大家要忘记的诈骗这个事情 从我们的数据可以看到 我们诈骗案是越来越泛滥 而且这也是我们人民的最痛的事情 就是第一线的事情 我们就拿112年的数据来看 112年就有三万 将近38000匹的诈骗案 比上一年多了8314件 等于是整整多了三成 然后金额也从这过去四年42亿 一路到了88亿 还不包含没有统计到的数字 那行政院呢 他也拿这个全球的防诈骗联盟 GASA来说台湾的这个诈骗 其实很棒 可是他却忽略了说 台湾被估计被诈骗金额的黑数 有高达2000亿台币 但追回损失的比例只有13% 那所以我想现在 我们真的面临到 治安不只是开枪 诈骗还是持续的 让我们民众觉得很痛苦 连我们的公务体系的 都沦为这个诈骗国家队 其实我们有很多害群之马 包含之前可以看到新闻 不管检察官 法官 还有警察 银行行员 NCC委员 都有成员跟这个诈骗集团有挂钩 而且最近还有没有那个洗钱的 ACE跟某媒体集团也挂钩在一起 这个某媒体集团也投资了他们的公司 所以这已经变成是 完整的一个诈骗体系 结果我们的政府却没有办法 好好的扫除 那这样子就会让人民相信说 政府里面难道没有内鬼吗 有认真的打击诈骗吗 有认真的在扫黑扫贪吗 那我们看到的感觉都只是拿这些 手段来当做是清除一己的工具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 奉劝我们的执政党 奉劝赖青的总统 请你们说到做到 所以像包含我们在立法院 这个惠琪也希望在审这个 所谓打诈司法的部分 那包含我们也希望提高这个诈骗 诈骗的刑法的修正案 就看到现在的法务部 他们的这个法务部一味的推托 就说这个刑期加重啊 好像破坏我们法律的横平性啊 就是没有想要帮人民解决问题啊 因为我想这个 这个是才是真正让人民 这个担心受怕的事情 好那关于零事结案 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 林传媒写了一篇幕后报道 标题就直接写台南市渔区 这个台南市区渔会理事长 惨死之前为议员女儿拼洗白 齐礼林世杰超狂的政商人脉 我们里面就是揭露了一些段落 其中提到在今年初民进党2026台南市长初选 林郡县对战陈廷飞 那么林世杰和郭再卿选择支持林郡县 而且意图介入台南市商业会作为筹码 好那里面呢特别提到了说 对于外界指称林世杰是总统赖清德 在台南的大庄角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郭国文说 赖清德赖总统在台南任公职期间 和林世杰不十分守势 也无私交 更遑论是大庄角 赖清德庄角则说 林世杰2018年才在政坛展露头角 当时赖清德已经北上担任行政院长 再加上林世杰是英系人马 林世杰绝对不可能与赖清德有任何的牵连 那但是你就觉得有点矛盾 可是林世杰在这个初选的时候呢 其实是支持林俊县 那林俊县是赖清德的子弟兵啊 嫡系啊是不是 好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看 据了解汉中会 因为汉中会就是这个林世杰他成立的 表面上是宗教阵头组织 实际上组织内呢 都为道上兄弟在走动 那他说当根据了解 汉中会的部分年轻人 后来大多都与林襄背景 到泰国柬埔寨从事电信工作 少部分留在台湾的干部经营兵葬业 其余干部协助管理林世杰 郭再清入股的电工公司 从事太阳能光电安装规划 由于负责光电厂数量庞大 电工公司还常常找不到人手 事实上这个通篇看下来 其实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极力切割林世杰 跟赖清德的关系 第二个完全倒向林世杰之死是黑道仇杀 我不知道这个奇声哥怎么看 刚刚讲到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个赖清德 跟林世杰的关系 我们就抽丝薄茧的 我们只要看一个问题 就是赖清德2024年的选举 在台南得到了高票 那么您觉得他对于这样的一位 台南市区余会的理事长 他是不熟识的 这个我不知道 就这样去请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我们更多的这个 我们乐听大众 你相不相信就是一个选总统的 而且在台南拿到极高票的 对于这个理事长 余会理事长这个林世杰 他不认识 更何况刚刚特别 我觉得全会也提到了一些脉络 也就是其实这个林世杰 在特别是在议长选举的时候 那个就是早在议长选举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跟郭再清 成为一个这个利益的共同体 联盟 对 成为一个联盟 然后就排除了 排挤了这个与赖清德嫡系的 林俊仙的嫡手陈廷飞 他所亲近的蔡洪荣来出任这个理事长 所以说包括在议长选举的时候 于是呢也就是大家愤愤不平的 有关于邱莉莉的这个在台南 市议会议长的会选案当中 最后无罪定验了 那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事实上很多的利益的输送 就是林世杰 然后就是这个郭再清这一批的人 在帮忙他负责选举的嘛 于是呢你说他跟赖清德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第二问 第一问是赖清德自己的选举 第二问呢就是有关于在台南地区的 政治生态而言 那事实上大家关系绑得是非常的紧 无非在目前为止了 无非就是要排除郑国会势力 然后立拱林俊仙 那到时候去参选这个台南市的市长 于是呢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一点都不错综复杂 就这么单纯的这个直线关系 而且长此以往就林世杰跟赖清德之间 他们政治利益的这种输送 也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 我有金钱的这个输成 那么另外呢当选之后 那对于我事业发展上头的这个护航 所以彼此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 几代的这种关系 彼此之间有这种输送的这种关系 于是呢今天虽然刚才这个詹议员 他也很好奇的提出了一点说 这个郑文燦这个事情呢 你赖清德讲话了 怎么林世杰的这个事情呢 赖清德反而 而且是你们 赖清德在地耶 台南在地发生的事情 怎么赖清德不讲话呢 其实真的还不需要赖清德讲话 这个台南市警局的 这个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所谓的 要现实侦破的 这样的一个宣誓了 那所以为什么要现实侦破呢 就是要对他的组织 赖清德要有一个交代嘛 这件事情到底是 这个凶贤到底是谁 不过很遗憾 这件事情呢 发生了也近一个礼拜了 到目前为止呢 四天 才四天啊 我怎么觉得好像 已经查办很久了 才四天啊 然后那四天再给你三天啊 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出来 到目前还只找到一个口罩DNA啊 所以我觉得距离要侦破 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啊 那如果不能侦破 其实也可以理解啊 这话要再讲回郑文燦这个事情 就当时郑文燦那时候 大家也都觉得说 这个司法是为民进党护航的嘛 所以说就是装装样子而已啊 不会被压 哪晓得这个事态的演变 于是呢 这个林世杰这个案子 也许后来就发觉说 其实凶贤呢 这种利益上面的纠葛 可能又跟民进党的这个 在台南的执政团队 乃至于无限上纲 到赖清德总统 这中间搞不好也有些关联 于是呢 这个案子可能又会成为一个 没有办法水落石出的悬案 那也说不一定 这就如同说大家都觉得说监听啊 证据啊 都已经 都指向邱莉莉就有汇选 可是为什么在你们台南 这个邱莉莉就可以无罪定验 这个一样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处理的案子 那为什么在你们台南要搞了那么久 这个凶险抓不到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办法限期破案的话 它背后一定也是跟政治利益 有很大的关系 话再讲回到台北市啊 我刚好或多或少有这么一个讯息 刚刚千惠讲到这个 威政集团的这个吴董事长吴明达 他被枪击啊 他有两个这个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香港大佬的这个得罪 后来因为已经道歉了 好像这个事情也化解 另外一个是五年前的这个土地纠纷 我了解啊 就这个受害的这一方 就是被枪击的这一方 应该不太认为是这两件事情 另外还有案子 我们就慢慢拭目以待 我在我这边我得到的受害 已经排除这两个可能了 好 不过你说赖清德在林世杰这个案子 都没有踹共 但是他对立法院倒是一直都出来讲 好不好 主要是因为 踹得很凶 对 讲很多 然后昨天是民党的中常会嘛 那特别针对了上个星期在国会 就是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处理这个 关于在排省选拔法修法的部分 爆发了很激烈的冲突 那当然民党内也有不少的立委挂彩 所以赖清德呢有特别表达了慰问和关心 同时也呼吁 他说立法院发生冲突不乐见 国人不乐见 我要呼吁各政党回归民主理性的沟通方式 来回应国人共同的期待 那国人是这样期待的吗 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 疯狂撤回了23案的修法在今天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说这些案子呢 国民党也支持 拒绝跟国民党一起讨论 好 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在上一次的 这个上星期审选霸法修正草案 蓝绿立委爆发的激烈的冲突是国民党要将吴比瑞修法版本纳入讨论 吴比瑞立刻撤回和国民党切割 所以绿营现在扩大战线耶 在本周五的立法院院会报告事项 律委之前所提过的这些修法案 几乎全部撤回 拒绝和蓝委提类似的修法版本 那么也有关于什么呢 吴思耀提的青年基本法啦 邱逸营的癌症防治啊 范云数位发展啊 青年基本法 林俊宪啊 然后什么郭玉琴的国民年金法等等 算下来23案他全部都撤回了 网友就整个炸开啊 说撤回 你薪水要不要也撤回啊 那到底现在民党 就是你这些立委到国会 那你要做什么事呢 我这一题我先请教韦翔 他们先这样搞耶 民进党真的是一直不断的秀他们的下线 真是很无耻到极点 现在直接 前几天那个沈柏阳还在说什么干脆 质询权也废掉 这根本是自我严格 现在又把立法委员很重要的修法立法 这个重要的职权 给直接严格掉 所以我们刚看到很多的内容 其实包含什么青年基本法啦 还有老农津贴啦 或是国民年金啊 癌症防治啊等等印花税 这些都是很民生的法案 平良心讲 朝野大家有共事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一起来讨论嘛 民党的OK国民党支持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 一切就是要强硬的对抗 所以我觉得在赖清德在关心 所谓的 他说要呼吁各个政党 回归理性的沟通方式 来回应国人的共同期待 他完全先打自己的耳光 而且好几个好响你知道吗 因为你可以想到 这一次的选法法是谁先偷开门 撞进去还躲在茶水间里面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当初在修这个 我们的国会改革的部分 大家照着规矩好好排队 结果是谁先动手打人 谁先开始爆发冲突 我想这些事情大家历历在目 但赖清德看起来 只想要巩固他们最深层的 这个最基本盘的 所以他讲这种话 然后来转移焦点 而且他还喊一个 这个 这不仅仅是立法院党团任务 应该是民进党 全体的党工职 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打拼 然后他自己是总统 然后身兼了这个党主席 这样是不是代表着他要 他要率领的四个 这个我们的五权分立嘛 五权分立里面有四权 已经被他们掌控了 他现在最痛苦的就是立法院拿不下来 所以他就是想要想尽办法 等于是用四院来打一院 就是想办法要把立法院给拿下来 所以他 我看立法院是他现在这次执政的 心中之痛 那再来讲到 他们一直在讲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结果我过去我们国会改革的步骤都走过 现在到底是谁不给讨论 当天大家想要好好的讨论 坐下来讨论你就封杀 已经连续两天 所以我认为 尤其是过去的这些法案 像这个选办法修法的部分 当天打架那一天 这个是要审吴秉锐的案子 那其实这也就自己跳出来 杯葛自己的案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智商是不是要检讨一下 那要过去在这个陈柏惟或林常佐立委任内 面临罢免之后 民进党喊就喊说要提高罢免门槛 而且那个时候他是要把 这个25%的人提到35% 然后连民进党的总招 柯建民都写了一个长文说 走过激情 走过激情才有冷静沉淀于反思 然后选罢法是该是时候该修了吧 更何况后来现在 大家的共识是说因为发现 我今天也请教我们的选委会的人 现在他们在签连署的时候 包含像基隆的连署 他们用抄的嘛 他用抄的 那他们有跟我说 他们内部在审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跳着抄 他基本上抓不到 除非真的有很白痴的 就是从头到尾一整一整页 都是同一个人抄 同一个笔同一个笔基 不然他们很简单 他说只要我这一页里面有多少 你就负责写1813或是1820 然后就这样轮流抄抄下去 换个笔记根本看不出来 那这是不是在行政上面是有疏失 那如果你今天反对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也要 我觉得大家要统一的水准 总统的部分 总统联署的部分 是不是也不用付这个 也不需要付那个身份证 正反面 对不对 我们就大家都这样子来嘛 这样就大家统一标准 而且这只是行政的部分嘛 所以也可以不要修没问题啊 大家应该要理性的来讨论 说实在的 对于这个在野党来讲 那就大家偏地烽火 你爸我爸你 把你搞得一团乌烟瘴气的 然后到时候在野修法也OK 可是其实说实在的 国民党在野党就是比较勾矣 居然自己想要跳这个火坑啊 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应该真的 还是要好好的理性讨论啦 针对这件事情 在行政上面是不是有 这个有可以有瑕疵 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国会 因为賴清德也是出来喊话哦 呼吁各政党要理性沟通 可是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民党是放大绝是不是啊 他们在本周五的利益院的 院会报告事项 他们之前所提过的修法案 一共23个案子 几乎是全部撤回 那么主要是他们拒绝 跟国民党的立委 提类似的修法版本 那网友就骂啦 说完全展现了绿共造谣党 是怎么打脸以前的民进党 还有这个民进党 封起来连自己都打啊 有人说再次证明 这51个只有立场没有是非 承认自己在乱 再说没用啊 翻桌就都不要玩啊 这就是轻鸟要的民主 的确很多人我看在下面 一多人在想说 这没用的51席 那我选你选上要干嘛呢 委员 这个赖清德他刚当选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他 他会走一个很极端很强硬的手段 因为他过去台能市议会就这个例子嘛 那你知道 包含以前蔡英文好选上之后 还会假装说我要成为一个 这个跨越蓝绿的全民总统 还会演一下 赖清德他不是不演的 他是连演都不想演哦 他一上任之后完全的 不管是之前国会改革法案 包含现在他都是跟着民进党 跟他党义站在一起 怎么讲哦 他透过他党发言的讲说 这个他关心这个立法院的冲突嘛 包含这个林楚衣 賴会员 王委会等这几位委员这样子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 虽然你是民进党党籍也没有错 但针对国会的冲突有受伤的 请问一下 徐晓卿没受伤吗 王滬威没有受伤吗 你难道就不能就站在一个 基本人性的立场 针对受伤的委员 一视同仁去关怀吗 没有 你只关心你民进党立法委员 然后里面又讲说 这个我们要回归民主啦 就回归民主理性的讨论 请问一下 拿尖叫机在委员会里面 叫做理性问证的民主吗 请问一下 早上在偷把门打开 叫做理性问证吗 还有我跟大家讲哦 黄杰这个事情大家一直没办法 就是他一直说 你找人去证明他的所将干嘛 但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告诉大家说 他到底怎么开门进去 我举例来说 我今天去开门发现 门没锁 就进去了 意识人员的疏失 没关系我就进去了 我可以大方承认 黄杰从头到尾都不讲说 我是用什么方式进去了 只一直反复的反问说 国民党你要举证啦 找索将还是万能钥匙 你要告诉我是这样子吗 你们举证不出来 你们就是在那胡说的造谣 但你自己把事情讲清楚不就好吗 再来为什么叫民主啦 如果今天占领主席台 占领委员会主席台 刻意不让委员会开会 剥夺高金素媒这个招委的一个权利 这叫做民主理性讨论的沟通方式吗 我不认为 你说之前国会改革法案 你们有这个政党意识形态对立 好那我就摸鼻子就 鼻子的公结就算了 现在的选拔法里面 徐宇珍委员的这个提高门槛的法案 国民党我们也拿掉 剩下就跟韦翔委员讲的 这个连属要身份证的东西 这很难吗 这程序吗 你 我跟你讲 我单纯的拿到一个人的姓名 跟身份证字号 其实很多的流的资料都可能拿到 我随便帮你代笔照抄 我也不确定你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愿意要罢免 或不罢免这样子 所以附上身份证银本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 一个人要拿出身份证银本 现在诈骗集还这么猖狂 我一定会确定说 这是我的意思 我才会把我身份证银本拿过去 所以我今天不管要罢免哪一个人 我真的有很强动机 我就会愿意把我身份证银本 交出去连属 但今天你们不敢 你们的身份证银本 这样程序阵营 你们都不敢达到 你们都觉得 我们淮湾护证体系很完善 我们要相信连属人的民主素质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原本还是用国民党思考说 我们程序这样完备 到底哪里错 我现在支持刚刚尾翔委员讲的 他真的逻辑很清晰 国民党你就修法 我们把现在所有反对 把身份证银本放进 所谓的程序里面的 这些民进党立委 跟民进党这些人员 他们说把全部写在 我们修法理由里面 然后我们要求把总统 副总统罢免的身份证银本 拿掉 全部都用民进党的理由 那你提出去之后 你猜民进党会怎么讲 那民进党你也说 国民党搞什么 总统这么重要 怎么可以这样子 身份证银本非常重要 马上就换另外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 我现在觉得很悲哀的部分 就是 民进党这样胡说八道 但他们的支持者 然后他们可以透过他们媒体 去渲染他们其他的人 去影响视听 但国民党我们只是 就是回复一个程序 真正正义让他更严谨 却要被民进党冠帽子说 你看就是国民党 怕被罢免掉 所以连这个身份证 疑本这些事情都要搞 所以我觉得 莫名其妙 最后还是要讲一点 撤回23条法案 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做什么 就是 即便我觉得政治立场的对立 我可以理解 但是他很多 都的确都是民生法案 什么这个青年基本法 什么印花税 癌症防治法 然后这些都要撤掉 代表说 民进党今天连民生法案 都要把他们政治意识情谈带入 连民生法案 都要分蓝绿 这样子我会觉得 接下来的四年 甚至很不幸 未来可能还有八年的时间 我们中华民国会进入 一空转的一个社会 就总统 包含民进党 就不愿意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那最后也是提醒一下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 把所有法案赶快提一提 你们先提了之后 民进党就不提嘛 就撤案嘛 以后过的都是国民党法案嘛 然后你们那个 附水组织叉叉猛嘛 不是以那个 提案的立法法案 为那个 那个批分标准嘛 民进党委员都不提案的话 全部都是带观察立委 你们就在这张去搞嘛 我告诉你 叉叉猛一定不会这样 叉叉猛一定会说 国民党故意把持议事 然后这样 所以民进党逼不得已 不提法案 都是国民党的错 先射箭再话吧 有立场叉叉猛 这才是这个国家 跟现在立法院的一个悲哀 不可看得出来 民进党立委 他不是要跟你讲道理的 他主要就是要搞对立 所以呢 才会这个是 立法院进口鸡蛋 超市蛋的调查小组成立了 由民众党的立委张旗凯 担任召集人 但是 这个 就在 程序发言之后 主席国民党立委杨重英 宣布 提案充分讨论 成立调查小组 结果民进党的立委不满 怒轰 违规违法 最后全体离席抗议 那当然杨重英有回呛 他就说 花4.7亿销毁 但 难道不能问吗 好 那邱盈呢 直指张旗凯说 叫张旗凯不要叫 叫他们什么起义来归 反而是张旗凯 要起义来归 头脑要清楚 张旗凯当了一辈子的媒体人 怎么在 最后这半年歪成这样 脑袋坏成这样 好那张旗凯回应 只是邱盈说的这个时间差 有很大的错误 去年超私进口 巴西鸡蛋争议爆发之后 有很多人按铃申告 但今年立委重新执行之前 北检却调查停摆 相关人或被告 一个都没传唤 那立委难道不该问吗 他也反过来 请邱盈脑袋清楚一点 连案情都搞不清楚 连最基本的时间都搞不清楚 刚才还可以骂人脑袋不清楚 所以请民进党立委 赶快回到人民这边 所以启政哥 现在连超私蛋都不查 民进党又急着要下班是不是 这个通常在质疑民进党 只要拿着民进党来问民进党 就很多事情就非常清楚了 就像青鸟说的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那为什么当大家想要讨论的时候 却又不给讨论呢 却要用这种离席的方式 连这样的一个超私的这个 特别是这种鸡蛋的事情 大家问都不能问呢 我觉得是让大家有一种此地无垠 三百两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明显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在这个立法院里头 我觉得赖清德说的话都非常的正确 他说立法院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全体国人所不乐见 然后那我个人会觉得倒是赖清德很乐见 那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数的总统 所以他也希望说能够在浑水当中能够摸鱼 那如果水清则无鱼 很可能会让他的这种施政的无能无方 会更显露出来 所以只有你们打打闹闹的 一直让我这个施政的脚步迈不开 那才让大家看不到我的施政上头的无能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掩护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因此迟迟都没有看到他 对于这样的一个乱象 有任何很严正的 甚至于要邀集党团 然后来去说重话 就如同像这个88枪 赖清德为了自己的选举 不惜跑到台南市还要求黄伟哲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司议员起立向台南的乡亲来道歉 这样的大动作都没有去做 而且更何况他还说到回归民主理性的沟通 那我觉得赖清德讲的话都非常的正确 可是呢立法院今天是想要沟通 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超司 大家想要理性沟通就没有办法沟通 你也透过退席的这种方式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大家确实是多数的国人 其实现在也已经都转念了 什么转念呢 也就是说大家本来都是期待立法院是一个理性问证的场域 可是现在呢就变成是一个文武者 就变成是一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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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什么 罗马竞技场 罗马竞技场 那所以那要打吧 那就打吧 那可是我觉得打呢又装一些小闹闹 那而且我觉得到这时候 我也希望 站在一个媒体客观公正的角度 国民党也真是的 那国民党呢 怎么就指出了许晓星跟王红威 这两个女武将呢 对不对 那其他男生呢 对不对 你都冲进去啊 对不对 我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 没有表现 没有还有陈宜珍啦 绝对没有表现 是不是女性太突出了呢 还是说 还是说希望 希望有另外另外有一种这个 新造战神运动的 这样的一个背后的策略 对我不清楚啊 我就只有看到我觉得 国民党的男立委啊 就是表现得是有点 让人大失所望啦 这个的前提是这样子 就是全民在期待立法院 能够回归理性民主问证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不可得的情况之下 那既然你们要打 而且你们喜欢打 那你们就打 而且好好的打一场 是不是 不要打假的 因为打假的 我们平常看日本摔角 我们也看多了 那打假的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的 要就打真的 那你既然要站 那就不要哭 不要说又要站 然后又要哭 说谁打了谁 那你就打回来啊 你应该要打回来嘛 既然那里已经变成是一个 丛林野兽的战场 那就让我们老百姓 我们钱也钱也开啦 那既然钱都花下去了 那就看你们好好的战一场 对不对 钱花下去了 你要你们理性问证 你们既然不理性问证嘛 那你们要打嘛 那你就好好的打 打也打给我们看一下啊 对不对 那也不要再打假的 那特别是 也不要让女性 在 我觉得 徐晓星跟王辉 也有他迫不得已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男委员不出手嘛 那只有女委员出手啦 是不是 而且更何况这些 后来 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摄影器材 其实非常便捷的一个年代了 因为我看到有人被打 然后事实上他之前也用脚在那边踹 踹了王洪威好几脚 所以其实就如同 好像有一个叫 赖姓的委员 不是勒着这个 赖惠元 赖惠元 后来 徐晓星说你怎么勒我脖子 他说勒你刚刚好 那那个被打 被王洪威打的 那是不是也刚刚好呢 就是在互欧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啦 所以那既然没有对错 那就战 战到一兵一卒 战 叫战死沙场马可果施 对不对 就不要挨 要像我们革命先烈一样 国民革命军我死则国生 我生则国死 所以说我上次在这节目里面讲说 军人为什么要特别去崇敬他们 因为他们的行业的目标 是去赴死的 没有一个行业 全世界没有一个行业 他是去赴死的 所以立法委员也要抱持着 这个坚定的意志 我死则国生 也就是只有我死在发言台上面 才能够维护全民最大的利益 要抱持着这样的一个 一个目标 然后在立法院好好的表现 这是全民的期待 因为我们期待理性问证 已经不可得了 那怎么办呢 那全民很委屈的 退而求其次 那就希望你们在里面 好好的打一场 然后这个 这个以人数的优势 你们应该要打赢的 好不好 那这个齐政局 除了五场之外 还有文场好不好 还是有人在这个 好好在监督问证的 比如说谢龙介 那谢龙介呢 他在这个 咨询的是法务部长郑明谦 他问到的一个问题说 死刑如果最后判违宪的话 那目前呢 有37名的死刑犯 是不是恐怕会被释放 那这段时间 你要等重判的时候 他们放出来吗 怎么做呢 郑明谦答不出来 一阵沉默耶 这个部分请这个韦翔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这些政府高官 其实很多重要的事项 都没有配套的 没错 他们这一题应该是他们 非常害怕的一个题目 因为死刑在台湾国人里面 大概将近八成是 赞成持续维持死刑的 可是现在在宪法法庭上 跟现在国会改革一样 这些大法官已经先有定见了 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事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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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